好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 元气加油站茶油飘香的这个现场 那其实 哇 刚才这个广告时间 我们的杏鲍菇颜色 除了绿绿之外呢 旁边还有一点恰恰的感觉 那其实这道非常非常的原味 那所以杰英今天特别挑的是 小果的茶花子油 对 因为主要是我们可以去 去享受到那个月绿素的味道 它比较浓郁 而且杏鲍菇其实本身 它就已经很甘甜了 对 哇 我们就很简单的 对对对 然后你稍微让它有一点焦 有没有 其实我刚不是放了很多油吗 其实杏鲍菇煎熟了之后 它油脂就会再释放出来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油 待会再来炒菜 一样再来炒菜 对 然后这个 很多人不喜欢吃彩椒 对 彩椒稍微你把它加热一下 其实它的维生素液都很高 哦 是哦 一般来讲我们去吃西餐 但不是用烤的吗 对 那我们就反正一锅嘛 你就都把它丢进去稍微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处理一下 其实这样的话很简单干煎 对 可是呢 我们都没有味道对不对 对 为了要好吃 其实我们很喜欢那个胡椒盐的味道 哦 胡椒盐给它稍微撒一下 对 我们可以稍微撒一点胡椒盐 哦 水哦 水哦 就是稍微就好了 它就会有那个胡椒盐的香气 其实它就像素鸡排一样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为了稍微有那个口感 我们可以撒一点那个 意识香草 嗯嗯嗯嗯嗯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都很简单 嗯嗯嗯嗯 而且我们不是用烤的 是直接用煎的 所以家里没有烤香也没有关系 很方便 对 好 我们来巡理一下 看看今天的这道这个 呃 茶油飘香 我们是用杏包菇来 对 很简单 来处理它 很 很香欸 因为你刚刚那个 整个香味四溢 真的 你在家里煎应该 成本来讲不用一百块 真的 可是你去餐厅吃 这一盘可能要 至少要两百块要吧 要 而且也不可能用到这么好的 对 我们今天的这些这个 所有的料理 都会放在元气加油站的部落格 好 这个这个煎起来一定也是 热热的 热热的 感觉一下 而且你吃起来 那个杏包菇会很Q 然后你会吃到那个茶油的味道 事实上 往往很多人说 茶油可以直接拥喝的 那你可能不敢拥喝 那我们透过在做料理的话 你刚吃那个杏包菇 其实它 它也都被整个茶油吸附着 其实这个杏包菇这样煎啊 你会觉得发现 它里面的那个水分 都还在里头 都还在 很温 对 所以它因为里面的 那个水分都还在 很烫 吃它的时候 真的要等它凉一点来吃它 这个小朋友超爱吃 而且我觉得啊 其实杏包菇就算是冷掉了 都还有不同的风味 它可以吃冷的 而且 茶有一个特色 如果你的菜冷掉了 它不会说像一般的菜 它不会凝固 它不会凝固 因为它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它不会凝固 不会看起来 哎呦 好像一层油浮在那个 好像整个莫迭丁桃 那种感觉 而且吃了其实你也很清爽 很清爽 好 我们今天呢 还有 还有 很多到好料 哇 今天说这个是猪肝 对 猪肝 而且要买粉肝 买粉肝 这个肝要挑过的 我知道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我们女孩子 因为每个月 如果大姨妈来 就是会有这种 要把它补回来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它有很多的铁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猪肝 来好好来做月姬 好 我们今天要来做月姬 是不是 月姬 这月姬 月姬 也就是月姬 每个月都好好做 来 姬 其实我们应该是做好 我们应该是多吃一些 比较 就是把自己身体上 补充一些好的东西 累积好的元素在身上 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这个粉肝要怎么做 来 我们粉肝 一样来 我们用大果的茶油 那刚刚其实我们今天 先包裹里面 就有一些油脂了 是 可是因为猪肝比较稀油 对 那没关系 因为我们上面还有一些油脂 我可以再加强一点点 好 那你这个用 就是用大果了 对 其实大果就可以炒了 好 那因为我今天用的是姜丝 不是老姜 那我们就把那个猪肝 猪肝的话我们切片 稍微用一些盐巴 稍微抓一抓洗洗就可以了 那我们稍微让它稍微干煎一下 就是说其实做菜的话 那个食物所放下去的那个顺序 对 你有给它一个顺序 其实做起来都很好吃 好 不是说全部都把它丢下去 那菜就没有层次的味道 没有味道 对 那猪肝的话 我们稍微用草油把它干煎 干煎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炒这个 这个叫皇宫菜 就是日本的空心菜 哦 日本的空心菜 对 好 其实呢 我们今天这个对于红花大果 还有这个金花小果 金花小果啊 我们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煎的过程啊 对 它们的这个品种 哦 这样呢 新鲜跟 它长得像石榴 跟芭蜜 像石榴 所以茶油在韩国叫石榴花油 石榴花油 在日本是叫 Sparking 春油 那你知道在日本 它们吃的用不多 都是用来做保养 是 茶头发 茶花籽油也可以做保养品 在日本是用的很广泛 它们拿来做沐浴乳啊 还有那个美髪的啊 是 你待会不要试看看 好 我们要不要来让这个 结音帮我们倒一下 因为今天其实有让我们 认识一下茶花籽的一个品种 这个它的颜色上 倒出来会更明显 首先这个是那个 金黄色的 金黄色的 所以人家说茶油是黄金的液体油 这个是金黄色 这是很顶级的茶油 你可以试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 玉绿素比较多的 对 金花小果的茶油 这个两个摆在一起 是因为它那个透明比较 平身比较小 它的容量比较少 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颜色差异 哦 差很多 差很多的 那不同的品种 其实我觉得这是品种的问题 对 那很多人说 那我怎么样去做一些运用 其实大果小果都很棒 对 其实我们在制作茶油的过程中 有没有 它一定要经过热 热 把原料炒热了之后 再把油压出来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是冷压 那茶油来讲它要有一点温度 它才可以把它的营养成分都释放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小果 那小果其实因为你说产量更少 你说那个工人都还不太愿意采这个 不太愿意 因为采很少 采很少 对 采很少 大果的壳这么厚 壳 好 你看 我们来比较壳好了 一个壳这么厚 一个壳这么薄 哦 看一下 那 有没有 这块壳就差很多了 一个 我们看它的侧面一个薄 然后一个厚 对 对 然后来 我刚刚有剥了一颗 这个是小果的种子 因为发现它的肉色 对 我们刚刚说 要做一罐好的茶油 就是要看它的原料 所以要掰到这么里面 这样去看 要把它掰开 剥一半 就像我们在吃萝卜 也要看它有没有捧心 对 那茶籽也要 如果它有捧心 里面中间有发霉 那就是不好的 是 那这个是小果 我们发现它里面肉色 有点带绿色 对 所以在做小果的茶油 温度是要非常非常的低 哦 好 所以没有专家来跟我们讲 我们都不知道 好 我们的这个 诶 我刚刚 刚才放了一点姜丝 然后又放了刚才 刚才爆的油 多出来的油 对 因为猪肝它是很稀有的 你没有油其实不好吃 对 这个是我们日本的空心菜 哇 再下去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其实你在家里有泼菜 嗯 泼菜之类都可以放 对 那我选择 这个日本的皇宫菜是 因为现在就是 嗯 然后 皇宫菜吃起来 有一点滑滑的 嗯 其实它这个滑滑的这个 可以保护我们的那个肠胃 肠胃 嗯 好 所以 就像山药啊 嗯 有没有 山药也是啊 对 那加一点姜丝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姜丝 所以 我刚刚没有先放 怕它会焦掉 对 那我就没有放水了 是 因为你猪肝再放水下去炒的话 它等一下就太老了 不一样 太老了 对 对 所以稍微青菜其实也是快速的翻炒一下 对 就翻炒一下 对 那我们猪肝刚刚煎过了 嗯 用茶油跟姜去煎过 它才被它操车 是 然后你再吃 你放水之后 那个猪肝吃起来的口感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放水 是 直接待会吃干干煎煎的这样 嗯 那因为蔬菜就是 我们除了吃内脏以外 可以搭配一些蔬菜 好 今天呢 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姐姐妹妹 对 我们每个月 其实都会接受一些考验的 那我们来做好每个月的月姬 有没有 嗯 每个月好好的来善待自己 做个小月子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不断不断的在累积 一个很好的身体的一个底子 那杰英自己 就是说从过去 嗯 还没有嫁入苗栗 当客家媳妇的时候 因为住台中 台中那么炎热的天气 经常会促使她忍不住想要吃冰 所以 千万告诉各位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吃两个 是 那是后来真的嫁到客家庄之后 慢慢通过一些茶油的方式 来把身体调好 看不出来 现在应该是三哥害子的妈了 像我们家的小朋友 现在 像我儿子15岁 15岁 他不来高大 他每天就是下课一会儿 就喝两的 嗯 那我绝对是禁止的 真的 因为你这样喝两两的 其实冲下去 其实整个身体 包括内脏 嗯 是很伤的 就感觉都被冻住了 没办法 就要赶快用茶油来做修复 好 我们差不多了 颜色好漂亮哦 而且这样猪肝它也熟了 然后青菜也比较翠绿 对 好 差不多了 好 好 我们可以起锅了哦 嗯 好 今天呢 我们很开心的哦 来邀请到这位 已经嫁入客家庄 大概15 6年的结音 然后呢 来跟我们分享 他自己 是我们以前都不会做菜 不会做菜 但现在 都跟婆婆学的啦 都跟婆婆学哦 嗯 好 其实这样就比较快 好 而且因为 我们今天也都把一些食材 都是针对我们姐妹们 特别需求的 这个猪肝 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猪肝 很喜欢的 好 啊 然后其实哦 我们今天要准备一道菜 嗯 是我们家珊珊的最爱 真的吗 你知道是什么啊 丝瓜面 丝瓜面哦 而且有时候 当你很忙的时候哦 你自己猪 看你要哪一块 我来猪一块 然后你要配一点姜丝 一定要 然后再配一点青菜 对 那事实上 你可以再加一点枸杞 这样吃下去 枸杞哦 颜色 它会觉得很甘甜 哦 所以这个颜色就是 对 算是可以了 红黄绿都有啦 对 什么颜色都有 红黄绿 红色是枸杞 绿色是黄公菜 对 然后黄就是我们的姜丝 对不对 而且都是用很天然的食材 嗯 好 这个应该一起夹起来 一起吃 一口给它吃下去 一口吃 对 嗯 哦 那个猪肝 没操车哦 哦 猪肝很嫩 然后你那个 黄公菜的话 就滑滑的 吃起来滑滑的 对 而且青菜很翠绿 嗯 嗯 奇怪 以前我还蛮抗拒茶油的 因为我都觉得 它煮起来会有个味道 对 那 会吗 今天我这样子 不会 因为其实我应用了很多食材 嗯 比如说我们一些新香的 新香的香料 对 像蒜头啊 姜啊 那如果一般吃素的人 其实你就用姜 因为其实姜跟茶油是很搭的 包括茶油跟香醇也是 嗯 都很搭 不管你像 其实茶油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学一下国外的 嗯 拿来泡蒜头 嗯 泡一些香草 嗯 然后呢 不是只有这些 因为我们今天的料理比较中式 对 我们也可以说把它泡好香草之后 拿来蘸面包 嗯 做一些那个 呃 油出汁都可以 好幸福哦 你会觉得你每个月都可以当很幸福的女人 气色很好的女人 好不好 这个料理都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它食材丢下去炒一炒而已 好 我们接下来煮你女儿的最爱 丝瓜 面 对 也是用茶油 嗯 丝瓜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有没有 它有美白跟那个 我们水性下去 好 我锅子已经烧热了 是 丝瓜一样很吸油 嗯 一样都是很吸油 好 热锅 冷油的概念 我们放一点姜丝 姜丝你自己灼亮 对 其实 好来 也是一样 然后稍微炒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丝瓜放进去 嗯 其实最主要是我们要吃更健康的油 对 嗯 其实现在的人 不管你是挑选什么样的油 其实你都要去重视到它 是不是会造成身体上面的负担 来我们丝瓜稍微跟姜 炒油 爆炒一下就好了 嗯 好 其实我爆炒一下提味 我旁边不是煮 煮好了一锅热水吗 嗯 当我们要煮汤的时候 其实你不能加冷水 嗯 它会热胀能缩 哦 那那个开水我已经煮好了 嗯 我们稍微拌炒一下 有没有 是 它那个丝瓜跟茶油跟姜 吃起来口感就会很好 哦 所以是要让它到锅子里头去煮一下 这样子去 嗯 这样弄过去就可以了 哦 所以我们在汤里面就 也不需要再加油 嗯 那等一下滚了之后很简单 我把面线丢下去 是 就可以了 好 那小孩子喜欢吃蛤蜊吗 再加一个几颗蛤蜊 OK 所以这个又有丝瓜又有蛤蜊 对不对 这个海鲜的一个 就什么都有了 料理 我们等一下先进广告 好不好 然后等一下这个油呢 我们说也会来拌面线 就是把面线烫好直接拌 物尽其用 广告时间烫面线 好不好 我们先进段广告 稍后回来咯 咯 谢谢大家